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那现在呢我在位于台湾台北市的 这个南馆展览馆的外头 然后这边是在一馆 也就是这个台北电脑展2023的 这个展览馆的外头 我在9点半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被开放入馆去参观这一次 台北电脑展会馆里面的展会信息 稍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里头有哪一些好玩的东西 这一次的Computex台北电脑展2023 现场实习节目 是由九州风声滴库赞助播出 而这边滴库也在近期推出了 带写视频的风冷散热器系列 分别是AK400Digital和AK620Digital 两款都是在原油的基础上 添加一块速显屏幕 可以通过自家的软件控制显示温度数据 也可以设置过热警报等功能 此外本身的性能也还不赖 经过实测再搭配Intel Core i7-13700K 分别进行200W到250W的靠近测试 两款散热器的表现都相当不赖 即便是单塔散热管的AK400Digital 在极限的状态下 还是能应付250W的功耗发热 虽然真的非常非常吃力就是了 而AK620Digital应付250W的功耗发热 则相对刚好一些 由此可见的AK400Digital和AK620Digital 不仅仅是打造出更加独特的风轮外观设计 也保留了非常不错的散热性能与做工质量 此外大家期待已久的旗舰款 阿沙信4于5月31日于京东自营店开取预售活动 而我也会在6月17日给各位分享我的第一手评测体验 不讲错过的朋友也请记得锁定我的频道 让我们继续回到Computex台北电脑展2023的现场直击 我现在已经是参观完绝族风车自己展出的内容 然后除了前面视频已经给大家展示的 这个带速显版本的AK400、AK620以及我没拿到的AK500以外 当然是有黑色跟白色的版本 还有这个新的散热器也就是下压是12厘米风扇的AN600 当然这款散热器的话它更像是面向于那些小型ITS玩家所用的散热器 我还在考虑是否要和角色风车拿到这个散热器来进行评测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让我知道 然后我再重新考虑一下 除此之外呢也有420规格版本的这个LS820一体是水冷 也就是冰魔方的420版本 具体的性能应该是比360那个明显更好一些 相信说了那么多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阿沙星4 没错其实我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看到零售版的这个阿沙星4的模样了 至于这个散热器不单单是你们我自己也是挺感兴趣的 然后它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安装模式 加强了很多在于安装体验上的这个优化 以及像是风扇调节 然后安装体验这些东西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加强 当然散热性能也是会有加强的 具体的性能表现以及它的这个体验的细节展示的话呢 我会留在之后的这个评测和大家跟你分享 没错这个阿沙星4我是会做评测的大家放心 所以呢期待这款上一切的话也记得锁地接下来的这个节目 来到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Morphis的这个机箱 这个机箱其实让我提前一辆的怎么说呢 因为它给了你非常大的自由度 不论是传统的这个单仓模式 或是像是联理O11那样的这个双仓模式 它都能够提供你自由化的选择与安装体验 除此之外像是主板V的上下提升呢 提供你一个速简版本的这个显示模块 还有比如像是风扇的安装充容性 然后它的通通性呢相信都会表现得非常好 据我所知它的零售价会是控制在230美金 当然具体是会卖多少钱 然后不同区域之间的这个定价是多少 我不是很清楚 然后他们也没给出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预计会是在9月份发售 相信大家对这些款机箱感兴趣的话 说不定到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款机箱的这个评测 好那这就是九州风扇在台北电脑展时期展出的这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要去到台北电脑展的南馆会场啦 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台北电脑展其实展出的内容非常的多 但是我我只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个人还算是挺感兴趣的一些内容 所以肯定是会规避掉一些 可能我不太会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所以这边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当然我这边会分享上下部分 第二天我还是会去逛其他类型的这个展位 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很有趣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先来开始吧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十全的展位 所以它其实非常的显眼 一进去其实你就会看到十全的展位了 当然这一次其实很多的这一点内存厂家 主攻的内容都是在独立制造24GB单条的这一点内存 也就是单个24GB的版本 当然十全也不另外 这边会推出各式各样 E1G 24GB推出的这个内存款式 有带RGB的也有全黑的版本的 然后其中我个人挺感兴趣的 算像是这个M.2的散热器 它有这个热管的版本 也有这样子能够兼容性的这个版本 然后呢还有它的水冷 据说是采用Alpha Day的方案 但是第几代就没有明说 大家都知道水冷的部分我测的比较多 它的性能在哪一个阶段我确实不好说 如果是Alpha Day 8代的话 那么确实还是在第一梯队的这个水平 但如果是采用旧一代 也就是Alpha Day 7代的话 那么可能就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十全也推出了一些 算是平常他们家不会推出的一些方案吧 那就看看接下来这些产品 它在市场上的这些版本是怎样 好 紧接着来到呢 就是另一个基底内存大厂 也就是知习的展会 这些展会呢可谓是非常的好看 为什么好看呢 因为有这个 开玩笑的 其实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在现场有举办 这个超频比赛的这个项目 我当然只是 走马看的话 只是看看一下 有一些知名的超频玩家在里头 包括MSI的林大也在现场 当然我没去跟他打招呼 他太忙了 呃 除此之外呢 还有包括像是一些 魔改的这一个PCMOD的一些作品 在现场也跟大家展出 包括像这个啤酒的主题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火山的主题 这一个算是自己客制化出来的一个做法 但我觉得 我很难联想到把PC主机跟火山联想在一起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还蛮新颖的 也能够激发我们能够去创造更多 很有意思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魔改的内容 当然这些也不例外 还是会面向单跟24GB的这个协议呢 去延伸制造更多高容量的这个记忆体内存 包括192GB的套条 然后也包括这个8800频率的这个版本的也有 比较有意思的是 像之前在DDR4上面推出的这个榴莲集 在DDR5版本这边也有 造型好看不好看就取决于你们怎么想 我个人是觉得有些人应该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造型设计 但我个人就还好吧 不过不管怎么说 在现场来说 志祺算是颠覆了平常一些展会 只是会去展出一些自己产品的内容 它让整个展会有多了更多的可玩性跟趣味性 然后有更多的互动性在里头这样子 所以呢 算是比较吸引人会去观看的一个展会 接下来我们去到的这个展会呢 也是比较多人会感兴趣的这个品牌 也就是联力 这一次联力呢 在展会上所展出的产品呢 是以三个方向为出基点 一个是崭新的这个机箱 这款机箱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概念状态 具体什么时候会发布还不确定 然后采用的呢 就是主打的就是显卡通风性能比较好的 就是在前面吊装的这个方式 那话语处自然就比较明显 就是你的主板下方很多的PCIe插槽 就比较难能够使用 但是这一次呢 有多了一些 我觉得个人觉得还算是蛮好看的一些点 在上面 比方说它把整个体积做的算是比较瘦长 而不是像是现在主流 大多数的一些ATA机箱那样 做的都是一些肥宽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然后在旁边展出的呢 就是全新的这个积木性能风扇 为什么它是性能风扇呢 因为它的散叶采用的是高性能风扇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散叶 所以散叶本身是不会发光的 它只有在周围旁边有这个无线晶的发光 然后用的呢也是28毫米厚度的这一个散叶 这一个部分呢会分为两个版本 依旧是没有速写版本的 跟另外一个是有速写版本的 然后这个速写版本 你确定联力你不是在操NZST的那一个设计吗 太像了 然后再来又来到我比较专业的领域了 也就是水冷 这一次联力一共是发布了三款水冷 分别有这个Galaxy 2代的Trinity Performance 还有这个Galaxy 2代的Trinity RGB 以及这个LCD版本带屏幕版本的这个水冷 三款水冷各有不同 像这个Galaxy 2的Trinity RGB 跟Trinity Performance 它们本身的厚度冷排厚度是不一样的 Performance 主打的是较厚的冷排厚度 而是来到了一个32毫米厚的这个冷排厚度 而Trinity RGB 的厚度则是保留在主流的28毫米 所以在厚度上它有差别 也因为采用的冷排厚度有些不同 所以Performance 它采用的风扇是性能上为主 不发光的性能上 而ARGB 自然不用说肯定是以发光为主的风扇 综合来说的话 Performance 版本的这个性能 应该会是比ARGB的版本来得更加好一点点 但目前不晓得这两款水冷的这个价钱在多少 所以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就不太晓得 另外有点意思的就是这两个Galaxy 2 Trinity 的水冷 它的水冷头都是给了你一些客制化的选项 你们可以采用下它这个一代铝框带logo的这个版本 又或者是替换成有点类似EK AIO那样的 就是带透光版本的这个外夸 然后中间你可以使用的就是全透或者是无限镜的方案 给了你很多非常好玩很有意思的这个客制化的内容 然后最后这一款水冷我为什么会留在最后才来和大家分享呢 因为它采用的是Arsate 8 代的方案 和另外这两款的Galaxy 2 Trinity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款是更高基层的 然后采用的是一个更大的这个显示屏 然后在显示屏旁边的话 也有这个带ARGB灯光条的这个效果 然后这个显示屏呢 是能够通过联力自家的这个L-Connect 来进行客制化 不论你是想要贴一个背景图或者是动态影片 都能够 自由性是蛮高的 现场也展示了一下 我个人觉得这一款水冷 接下来应该会是一个爆款 当然还是那句话 价格不能太贵 OK 最后来到呢 就是机箱 也就是O11系列的衍生款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O11 EVO RGB 这个版本呢 在原定的O11 EVO上做了几个改动 首先是有一个改动是 就是大家已经喜过乐见 就是把中间的骨架给移除了 你可以选择拿掉 然后展示更多的内容 又或者是保留起来 除此之外呢 在后仓的部分做了很多兼容性 以及安装体验上的一些优化 一些细节上的优化 25mm的深度往外拓展 让你在内部底线上面有更多的空间 特别是你采用的是一些比较长的电源 然后你的模组线在里头的话 你的底线的体验会非常的好 但是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 这凸出来的这个造型 我个人算是可以接受的 但就不晓得你们怎么看 最后这个EVO ARGB 最大的卖点就是把前面 原本独立直立性的这个灯条 改为上下两个标志型的灯条 这个灯条真的很吸引我 我个人觉得算是里面最好看的一个版本吧 当然除了这个O11 EVO ARGB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以初代O11D的延伸款 也就是这个O11D Vision 这个Vision版跟初代的O11D比较接近 它没有像是EVO这样的这一个扩展的空间 还是沿用回初代O11D的架构 但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 它是采用三面拳头玻璃 包括上方都是拳头玻璃的这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它是目前上 在民众多的海警房里面 然后就是可视度最多的一个 即将没有之意 不得不说海警房做的最流的 还真的就是连累没有别人 其他的部分呢 其实也就是换它不换要 就是把一些在O11EVO上面做的好的东西 也把它移植在这个O11Vision里面了 当然有一些是O11EVO比较独有的一些设计 在O11Vision这边就没有办法拥有了 这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 所有这些连累的产品都会分别在7月8月9月 陆续登录给大家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不妨期待一下吧 今天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展会呢 就是猫头鹰 而且我在猫头鹰的现场还看到了老来本人 真的是本人 只是没有上写药合照 因为他在拍片不太适合 不过不要看猫头鹰这一次的展会 那么的小那么的简单 但是所准备的内容其实是很劲爆的 包括了第二代的D15 包括了接下来新一代的A14的风扇 然后一些针对AM5散热的一些优化方案等等的 以及和老来联名的这一个螺丝刀都有在里面 只可惜大部分的产品目前还是处于Prototype 也就是出世的阶段 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次世代的这个D15散热器 从公布的信息来看呢就是把它更新到了8热管 而且体积稍小了一点点 矮了差不多9毫米的高度 体积更小 安装体液会更加的好 而且附贞了新一代的AM5的专用扣具 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内置的这个14厘米风扇呢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加强 不论是在噪音、风压、风量都是全面提升 就是更加的安静、性能更加的好、风压更加的好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14厘米的风扇 到手推出的时候的体验会是如何 只可惜哦 这一个次世代的D15 据说要等到明年的Q2才会现胜 然后什么价格也不太晓得 毛头鹰啊毛头鹰啊 你是要让大家等多久啊 接下来我们跳转到的东西就是它针对AM5的这个专用扣具 为什么我会说是专用扣具呢 这个散热扣具呢 主要就是针对AMD本身的这个核心设计而设的 然后它可以让散热器底座偏移 让散热器底座的中心点是直接接触到CPU的这个核心位置上面 也就是说它会往CPU上方往上偏上移一点点 然后这个扣具也是有的 这个扣具据说会是在明年的第三季度 就会分别的单独售出 然后支持的散热器呢 从U12系列到UD9 D14 D15都能够兼容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 这个猫头鹰的卡式散热器都能够兼容这块扣具的 除此之外呢它也针对一些裸带散热的一些用户做了一些优良 具体这一个操作或者说它是怎么样实现 或者说它的具体理念是怎样的话 我并不太清楚 但是我看到老来这边应该是会做更详细的说明 所以这一部分可以期待老来之后更新的这个影片 好那第一天台北电脑展展会的内容呢 大致上就是这一些 当然我相信我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天的话可能会更加专注在一些大品牌大厂上面 去更做更多的接触上的内容 当然也不包括一些机电商的品牌也会有 包括像是海运什么的我可以留在 第二天跟大家自己一起分享 那这就是我在台北电脑展2023第一天的展会参观分享内容 喜欢这期影片也不妨给予我频道多多的支持 那么我是Kenny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其实也就是明天了